嘉义不只有火鸡肉饭及阿里山,还有许多新景点,特色小店值得探索,嘉义市公厕会邀请部落客到嘉义旅行,走访老屋改建的咖啡店,温清返乡创业的特色小店,花砖古厕,文创园区等,老家在嘉义市,以旅行摄影著称的要湿几米,观察小小的嘉义市区有许多老公园,老铁道等, 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创个性小店,融合出新面貌,让人惊艳,嘉义市公厕会与部落客合作,透过不同个性,兴趣的部落客,宣传嘉义的特色小店与游城,嘉义市长图醒哲今天在新启用的嘉义新地标KO棒球园区,颁给部落客嘉义小旅行观光VIP证, 图醒哲说,戏剧行销,部落客行销等都有不错的扩散影响力,是展现城市特质的宣传管道,现代人出游前做行程规划,习惯从网络获取资讯,希望借由和部落客合作增加嘉义曝光度,相辅相成。 公厕会总干事洪英修说,嘉义市文化底蕴深厚,小吃远近驰名,近年许多文创小店或个性店家窜红, 但嘉义在北台湾知名度,仍贫留在鸡肉饭,阿里山等认识有限, 这次合作搭配部落客本身的客群特性依据个人领域规划出四条游城,分别是老屋文化, 有感受嘉义多元特色,嘉义市长图形哲夫妇今天在嘉义新地标KO棒球园区, 颁给部落客嘉义小旅行观光VIP证图嘉义市政府提供分享嘉义市公厕会邀请部落客来家旅行, 判为城市行销加分图嘉义市政府提供分享老家在嘉义市, 以旅行摄影著称的要师几米观察小小的嘉义市区有许多老公园老铁道等, 愈来愈多年轻人开创个性小店融合出新面貌, 让人惊艳图嘉义市政府提供分享老家在嘉义市, 以旅行摄影著称的要师几米观察小小的嘉义市区有许多老公园老铁道等, 愈来愈多年轻人开创个性小店融合出新面貌, 让人惊艳图嘉义市政府提供分享,